屏东 名阳 国际气暴意外发生到现在已经第八天了 那么今天又是中秋节的团圆日 但失联的父亲员工到现在还没有被找到 一度传出他的太太牵着两个孩子回到场区呼喊 希望爸爸可以赶紧被找到 场面相当的哀期 而今天搜救行动还在持续的进行 至于监方也持续搜证 另外一名正姓协理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 还有过失致死罪等等 以450万元交保同样限制出境 背着黑色后背包绑马尾 父亲失联员工的太太一早就回到明阳国际厂房 现场要继续等待消息 气暴意外进入第八天 搜救行动持续 只剩下最后一名父亲员工还没被找到 适逢中秋节也一度传出两个孩子回到场区呼喊 希望爸爸能够赶紧被找到场面相当哀期 父亲颁奖的太太跟他的家人 都每天持续在这个现场守候 那当然也会根据一些相关搜索的情形 那跟我们说他们的意见 父亲员工太太每天到场 不放弃任何找到先生的希望 坚强模样令人不舍 现场也出动机具朝厂区二楼继续搜寻 至于火调检方也持续搜证 除了明阳国际董座刘安浩总经理呂英辰 分别以六百以及五百万交保被限制出境出海 另外二十八号令明正姓协理也被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 过失致死罪过失伤害罪等以四百五十万交保同样限制出境 那希望可以在中秋节复兴我们的班长能够让我们找到 他也辛苦很久了 明阳国际厂房大火一期间夺走四名消防员 五名员工性命 甚至还有最后一名员工失联 后续责任厘清一定得继续查 只是数十个家庭破碎 也让今年中秋节隔万稀碎 记得搜索尾评部早